800万可以买47瓶 800万如果要去买大安区的地保豪宅 根据上礼拜讲说 现在已经喊到250万一瓶 还在排队的话 大概只能够买个 有没有三瓶啊 四瓶都买不到 真的对我们小市民来讲 真的只能够远远的看 靠近都不敢了 这个现在台北市市府 要推出大力多 就在相同的地段上面 旁边它有一座空军总部基地 要把它规划成社会住宅 就是用租而不卖的方式要提供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地保吗 很多人一听到眼睛都亮了 说地保旁边盖个小地保 谁有条件我可不可以去租啊 但是房仲业者担心说 这样子会拉低附近的行情 房仲当然会担心啊 我们终于的是小老百姓的心声呢 台北市政府市出大力多 要把建国南路跟仁爱路口 这块空军总部基地 规划成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隔着建国高架桥 临近地保豪宅 地段堪称顶级 空军总部迁移大职之后 这块1万坪的基地 北市府规划要盖2500户社会住宅 每户坪数约20到25坪 市府规划出租的对象 占定是低收入户 条件落势的市民 租金我们希望是不要超过1万块的 业列是这样子估计 那七八千啊 七八千左右这样 依照目前大安区平均租金 每坪约1600元 以社会住宅最小坪数来算 约32000元 现在等于只需要四分之一的价格 建商和房仲优心拉低整体素质和房价 很多建商都很困难说 这边你明明就拿西装的材质 拿礼服的材质来做短裤短裙 可能会有一个一成的一个压抑的空间 西装料拿来做短裤 但社会住宅让西装人人穿得起 运行能有效降低房价 高级地段变社会住宅 政府大力多 至少让京华区不再只是建商 满天炒作喊价的竞软 中天新闻成云范 和婉珍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